愿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讲题继续以大蒙眷爱的人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看未来《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一节 《但以理书》十章十一节 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书》 这里圣经说《但以理书》是大蒙眷爱的 不单只说了一次,总共还说了三次 所以证明《但以理书》在神的眼中非常地蒙恩 我们有一句话,如果一个人长得很可爱,或者很会做人 我们说他是人见人爱 不单只他长得可爱,他的个性更是可爱 人见人爱的人,去到哪里都成功,都得到很顺利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神的喜爱 如果人很喜欢你,但是神很讨厌你,你的一生也是没有用 《但以理书》的一生不是追求别人爱他而已 他的一生是追求得到神的喜爱 因为他得到神大大的喜爱,所以他的人生大大的蒙福 所以我们也要追求成为大蒙眷爱的人 之前我们讲的第一点,《但以理书》之所以成为大蒙眷爱 因为他是一个保守自己圣洁的人 第二点,我们昨天晚上讲了,他是一个会祷告的巨人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补充几点,他到底如何祷告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祷告 但是每一个人祷告的功效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不是你有没有祷告而已 但你是怎样祷告 《但以理书》的祷告不单只改变了自己 也感动了身边的人 更感动了神 替他成全大事 如果我们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像《但以理书》这样祷告 这个家庭一定蒙福 一个教会有多几个像《但以理书》那么会祷告的人 教会一定兴旺 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到底在怎样祷告 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第六章 六章第十节 已经下一页了 《但以理书》六章十节 《但以理书》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的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双膝归在他的神面前 《但以理书》与树长一样 我们之前有讲《但以理书》虽然他得到神的喜爱 但是他政治上的敌人很讨厌他 因为《但以理书》站在这个最高的位置 又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他们其他有些政敌看着他很不顺眼 因为《但以理书》挡着那个位置 他们都上不去了 《但以理书》做人很忠心 不受什么愧弱 不搞什么贪污 所以他在上面 下面的人要捞一些油水 利益就被挡住了 所以政治上要除掉他 说服了王 下了一个很奇怪也很笨的禁令 三十天之内 没有任何人可以向任何神或者人求什么 不然的话把他丢到狮子康里面 这条令是特别针对《但以理义》的 我们当基督徒也有这种心理准备 以后我们要守道理 可能会触犯国家的法律 有一些法律是针对基督徒的 针对我们的信仰 针对我们的生活习惯 只有你不跟随主流 你要坚持你的信仰 你就会被定为犯法 这些日子会越来越近 其实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像以后 你当医护人员 你当医生 如果你不帮人家自杀 不assist的事会 你可能就牌照掉下了 如果你不赞成同性恋 可以在教会结婚 可以来当你的教徒 可能你教会就会被除牌了 这些日子 迟早一定会到 每一个人要有心理准备 这条建议是针对大义 就是不给他祷告 但是他一祷告 这有办法去处理它 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 魔鬼的伎俩 就是要你停止祷告生活 就那么简单 只要你一停止祷告 你的灵命就会慢慢哭死 无论是害怕 无论是失望 无论是太忙 或者是懒惰 只要你停止祷告 你就信仰上 你就慢慢退步 到最后就失望 大义里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挑战 他用更多的更专心的祷告 来面对这个挑战 第一点 大义里的祷告是定时祷告 这里说一日三次 我们知道生活当中 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都是跟一日三次有关 一个人一天要吃三餐 才会健康 那如果你生病的话 吃药通常也是至少一天三次 有一些两次 那你吃维他命的话 也要每天吃固定吃才有用 一天把整罐吃进去 然后一个月不吃 你就是把自己弄死而已 你改善身体要运动 也是要每天运动 所以什么的事情 你要培养它成为一种习惯 才会有改变 如果你连续做一个动作几十天 可能就会变成你的习惯 祷告也是一样 大家都知道祷告很重要 但是很可惜 很多基督徒信了几十年 除了来教会之外 在家里不太祷告 他们只来教会祷告 有人说传道里说错了 我一天祷告三次 早餐 午餐 晚餐 我都会末祷才吃饭 你要这样算 我也不足足你 但是其实那个还不算 真正你花时间祷告 但你里被掳到巴比伦 没有圣殿可以去 反而他觉得自己更需要祷告 没有圣殿没关系 我心里就是神的天 没有圣殿没关系 不阻止我亲近神 所以也没有人告诉他要这样 他是自己养成 一天祷告三次的这个习惯 弟兄姐妹 我们从3月18号开始 教会停止聚会的 这个实体聚会 停了两个多月 快三个月 有人都说信仰就放松了 不是我不去教会啊 没得去啊 不是我不想祷告啊 现在没聚会了 当然如果你要依赖来教会实体聚会 你才祷告了多圣经的话 你的信仰就很容易被影响 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变成大义礼将 被掳到外国 或者是没有聚会 教会被关了 你是不是都等待神啊 你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重开聚会 什么时候让我们可以来教会祷告呢 还是你会自己养成一个 维持你属灵生命的习惯 所以祷告要养成习惯 好像你吃饭的习惯 运动的习惯 祷告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习惯 就像你不运动 你身体就退化 你不吃饭 你就瘦 你就饿 你就会死 你自己没有祷告的习惯 你信了几十年还是一个样子 所以但愿你一日三次祷告 有人说了 哎呀 我很忙啊 哪有办法一天三次祷告 我朝上起来 要煮早餐 要上学 要上班 要买菜 回来 要煮饭 有很多事情要看孩子功课 我哪有一天三次的时间 没有错 你很忙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花时间祷告 你忙不完 你越不抽时间祷告 又靠自己去忙 你会变得更忙 你会四倍功半 你花很少时间在神的前面 神就让你自己去忙 所以你会更乱 更烦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但愿你 但愿你不是很多时间在家里啊 闲闲的没事 然后整天看剧 划手机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巴比伦帝国 波斯帝国的首相 除了王之外 他是最高级的那个官 他有多少功能要批啊 他有多少会要开啊 他是很忙的 他肯定比你忙 我们在座也没有做大官的 也没有做公司里面的总裁 我们都是普通的百姓 但你抽得出时间 你跟我就绝对能够抽得出时间 你看了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就能抽得出时间 为什么但愿你会一天三次祷告 因为他觉得啊 这个祷告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 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啊 你每时每刻都是想跟对方联络 对不对 有时候一天电话打好几次 啊 因为太忙了 所以没办法现在要上班了 等一下我再打电话给你 下午又打了 哎呀 好高兴啊 讲不完 那晚上我再打给你 一天可以讲三次话 这种就是代表很亲密 这种很亲密的感觉 但你理他之所以能够一天三次祷告 不是说啊 时间到了 就好像安时操课这样 不是这样 他是跟神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很喜欢跟神 很爱神 我们看诗篇的五十五篇十七节 诗篇五十五篇的十七节 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 诗篇五十五篇第十六节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祂必拯救我 十七节 我要晚上早晨响午 哀声悲叹 祂必听我的声音 请读啊 这里四篇就告诉我们 我要求告神 需要神 祂拯救我 我们知道是我需要神 不是神需要我 但是神很喜欢我们去需要祂 世人都说了 第十七节 我要怎么样祷告 一天三次 晚上早晨中午 可能当夜里被这一句感动 他也决定他要这样做 好 那我们来 如果要一生学习能够大蒙圈爱 被神大蒙圈爱 从今天开始 试试看 一天三次 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从早晨的祷告 看诗篇八十八篇 八十八篇 八十八篇的第十三节 十三节 又啊 我夫求你 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 这里很奇妙 这里特别强调神啊 我早上的祷告会特别倒到你的面前 不是说中午的祷告或者晚上的祷告 特别强调早上的祷告最重要 就有效果 为什么 因为早上是你一天的开始 一天的成败 绝于你早上有没有好好祷告 很可惜啊 现在很多人早上呢 就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掉乱了 晚上很晚睡 晚上最有精神 看手机啊 看剧啊 追什么啊 那早上呢 睡得很晚 或者是早上起来了 时间很赶 没有空祷告 吃完早餐了 刷个牙了 马上冲出门 也许有祷告了 就一分钟 两分钟这样 这很多事情根本来不及向神求 所以我们就白白把一天最有效 功效 祷告的那个时段就丢掉了 早上上你是头脑最清醒的时候 人最精神的时候 最有体力的时候 还有你睡醒了 你还没有想世界的事 但是很可惜啊 今天早上很多人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看手机 你问十个人 九个人 早上第一件事情 看看有没有message 哇 有message 哦 有谁找我 我觉得很重要 赶快喊一下 回一下 新闻 有什么notification 哦 哪里发生什么大事 有趣的video 别人跟你分享的 你赶快要看 你一天都还没有开始啊 你的心灵的窗户就打开让世界进来了 反正你的心经过一晚的沉淀之后 是很平静的 你马上让世界的东西涌进来 这不平静了 开始忙啊 回啊 看啊 点啊 按赞啊 第一件事情是世界进来 刚刚我们早上这时候有祷告 这时候也没有力量 有一些人他立志 早上第一件事情不碰手机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立志 早上还没有下床 坐在床上 马上跟神祷告 主耶稣 早安 谢谢你 吃完早餐 把自己缩洗好了 再回到自己祷告的地方 再好好祷告一下 如果你看中早上的祷告的话 你的信仰会不一样 有一些人说 那我早上我要祷告什么 那很简单啊 第一点 你要感谢主啊 因为我早上这样可以起来 很多人一个晚上躺下去 早上起不来 死掉了 是不是早上应该感谢神 不要埋怨 哦 要不要起床好辛苦 你起床很辛苦 那神可以让你不要起床 可以感谢主 我可以起床 再来感谢 打开眼睛 哇 我在家里 不是在医院 也是要感谢主 好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早上的祷告是 求神引领一天的道路 无论我做什么 去哪里 主啊 你要引领我 你要是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怎么面对每一件事情 让我看到 如果有试探的话 让我可以躲远一点 阻止我不要犯罪 不要得罪你 主啊 让我今天可以荣耀你 我发觉早上的祷告真的很有用 这时候 教会有一天有很多重要的圣工 我发觉要更早起来祷告 更多时间祷告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完成 我发觉在夏天要早点起来 比较简单 因为太阳都会叫你起床 有时候太阳很亮 那时候冬天真的要早点起床 很辛苦 哇 很冷 外面就很黑 那时候要爬起来真的不简单 但是神就是看到你那种觉得为了要靠近祂而牺牲得一点睡眠的时间的精神 大家都喜欢赖床啊 大家都喜欢在眠便很舒服啊 但是为了要争取那半个钟头祷告 你早点爬起来 英文有句话 起来 然后发光 为什么要发光 因为你跟神靠近你才要发光啊 太阳发光 你也要发光 所以 早晨的祷告 好 那中午呢 你需要祷告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九节 十章第九节 请读 这里说彼得也有中午祷告的习惯 原来属灵的巨人都有中午祷告的习惯 为什么中午要祷告 我们中午是一天的中间 你做事情也做了一半了 这个时候开始饿了 有人去吃饭了 有人吃完饭了 他就睡个午觉 通常很少人说这个时候想要特别去祷告 老实说了 我自己也还没有建立这个中午去祷告的习惯 但是我看了这一段之后 我有这个例子 我也想要学彼得 为什么中午要祷告 主啊 我做了一半了 我今天也许已经过了一半了 求你帮助我下一半可以能够继续按着你的旨意 让我不要放松 不要走差 彼得有这种习惯 吃饭之前要去祷告 去防顶祷告 结果在中午祷告的时候 神给他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意象之一 这个印象 跟外邦人得救有关系 这个告诉我们 原来神在中午祷告 随听也有重要的信息要给我们 那你可能中午的时候在公司 不方便过一下来祷告 那你可以做一个末祷啊 在心中跟神讲 主啊 今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你带领我 你与我同在 一直带我到家里 再来 晚上睡觉前也祷告 为什么睡觉前要祷告 感谢主啊 今天已经过了一天了 又平安回到家里 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每天能够回到家 每天平平安安的真的要感谢神 那这病毒你在外面 你都看不见在哪里了 没有办法躲的 你也不晓得谁有谁没有 但是你也不能不出门做事 所以今天已经回到家了 主啊 感谢你我今天平安回来 求你洁净我 保守我 抗顾我 现在我睡觉了 你要与我同在 让我心中有平安 睡得好 保守我的心怀意念 那我们教会的每天晚上十点钟 有全教会的 大家在家里一起祷告 这个时段 为教会祷告 为自己家庭祷告 所以 但一里可以做得到 他启发我们 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让我们再看回来用大语理书 第4章 对不起 第6章 看回来第6章 第6章 第10节 6章 第10节 他一日三次之外,还有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 这里特别记载,但一里不是坐着祷告,不是躺着祷告 而是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祷告要跪在神的面前 很多外教会的基督徒朋友来到正义书教会很不习惯 为什么你们祷告都要跪,跪着很酸,脚酸腰酸 因为很多基督教会,他们祷告是站着的,或者坐着的,没有跪着的,很少跪着的 跪着也不会跪很久 其实跪着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一种身体的动作 不单止肉体,那个膝盖要跪,心中更要向神跪 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 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息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保罗这里引用圣经说,所有的膝盖,全世界的膝盖来到神的面前都要跪在祂的面前 所以我们正义书教会来到教会敬拜,祷告都是跪着的 当然个别的,你膝盖开过道,你老人家不方便,你可以坐着,没有关系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跪着跟神祷告 他在家里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祷告 我们要来到第三点,要定点的祷告 刚刚《大约理书》第六章第十节 所以说他的定点,宝宝刚刚讲的定时,现在是定点,就是来到自己的家里 那他上楼上,他家里可能比较大,所以上楼上 然后开着窗户 那这样在那边祷告 那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地方很重要 如果你祷告的环境不好,你很难专心 比如说,姐妹啊,你在煲汤,你在看火 那在等看火的时候,在厨房祷告,那你也不专心 你叫人在旁边看电视,你在附近祷告,你也不能专心 祷告的地方很重要 为什么答应你要去楼上 因为楼下可能有别人,比较会吵 你楼上就是把自己隔开了,不想别人吵你 你开着窗户,空气清新,看着天,感觉到好像跟神亲近 所以每一个人在你的家里都要找一个点 是你可以畅快地,很放心地祷告 大声地祷告,不会吵到人,也不会被别人吵到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六章 第六节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要成为大蒙真爱的人,就是看你有没有进到内室祷告 我们加拿大,大家住的地方还不算太小 应该可以找一个空间,专门是灵修用的,跟神有关 或是你房间,哪一个角落把它画出来,我不放别的东西,我就贴经节,放圣经 我要在那边亲近神 有一位青年,他看到这一段 他说,主耶稣要我们进到内室祷告 他说,立志要成为神大蒙眷爱的人 他真的是每天早上,早前提早半个钟都起来 门关起来,家人都还没有起来,他就在那边祷告 外面的门关了,心中的门也关了 他开始体验到神与他的同在 经过很多年之后 有一天,他的家人进来,问了 你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地毯怎么这一块特别扁呢 他就说,我每次祷告都跪在这里,所以这里有两个印 这是膝盖的印 祷告到地毯都压扁了 祷告到膝盖都起枕了 这个叫做祷告的功夫 但是今天我们只会软弱,我们有时候只会抱怨 有没有真正在祷告下面,下功夫 生活越困难 考验越大 越需要定点祷告 有人就说,天国的路,天国不是走进去的 天国是用膝盖一步一步地跪着想前走进去的 我们佩服大约里的定点的祷告 再看未来,大约里六章第十节 这里说,他的窗户是开在耶路撒冷 这样,但与里的祷告是有方向的 但与里的祷告是向着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会想耶路撒冷 他家里有很多窗户啊 为什么不随便选一个窗户 那时候他在巴比伦,他在波斯 耶路撒冷是应该在他的西南边 他说,他跳向着耶路撒冷的窗户 为什么 因为他心中很想耶路撒冷 他被掠,从那边被抓出来就没有回去过了 他年轻被抓的 现在应该年纪也不小了,是个老人 他不像我们移民到加拿大 喜欢买条飞机票回去看一看家人 有些人每年都回去 但与里啊,离开了都从来没有回去过 他也知道这辈子不可能回去了 但是他很想耶路撒冷 因为那里有神的殿 因为那里有神的殿 有神的殖民 是我的家乡 所以他每次打开,跪下来祷告,都是想起耶路撒冷 他的祷告是有方向的 他不是为自己祷告 他是为耶路撒冷祷告 他觉得我都那么不平安了,那耶路撒冷怎么办 我们看诗篇122篇 122篇第六节 这一节很重要 告诉我们怎么成为大蒙最爱的人的其中一个秘诀 第六节 你们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这里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兴旺 你不是求兴旺,你就可以兴旺 我们今天整天求兴旺 求神祝福我家庭,祝福我事业,祝福我健康 每天祷告都是向神求自己的东西 其实你不用 因为神知道你需要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兴旺 你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是哪里 第一代表我们个人的信仰 第二代表我们家人的信仰 最重要代表我们整个教会 神所拣选的真教会,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你每天有没有为耶路撒冷来祷告 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去访问一个很老前辈 年纪很大的 他自己身体很不好 躺在家里 已经从圣宫上退休了 教会负责人 别的地方带我去,我们去访问他 因为我去那边协助灵恩会 看到那个老前辈,老工人 第一句就问我们 教会的圣工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木道者 灵恩布道会预备好了没有 他一直问教会这些问题 人心里面想什么,就会问什么问题 这位老工人整天想到都是教会 他说我老了,我不能做什么了 但是我会为你们祷告 求神兴旺教会 难怪他那么蒙福 但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祷告的所有方向 就是整天想到教会 弟兄姐妹啊,你有整天想到教会吗 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你的家 有一些人常常想教会 教会停止聚会那么久了,也没有缺钱啊 教会停止聚会那么久了,弟兄姐妹的信心 有一些都没有回来教会,不晓得他们好不好 那么多人点名要带祷,那我们要帮助祷告 大家为了装修,不晓得进行得怎么样呢 有一些人每天过去祷告都是为教会祷告 所以神就会祝福他,因为神觉得这个人很爱我的家 所以我们祷告的方向不要只为自己 我们要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窗户 再来看未来《诞义》第六章 第十节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 他说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树长一样 这句话最感动 让我们定时定点,方向都很好 它是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最感动 但你的祷告是一个什么的祷告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祷告 现在外面的人看着你了 你打开耶路撒冷的窗户,他们在外面等着你看你 以前没有照相机了,没有录影机了 现在应该会有,手机给你拍下来 然后就送到王那边,就告你了 那你知道,你马上要变成狮子的午餐 你会怎么祷告 哇,一定是迫切 神啊,救我 不要让我喂狮子 我很害怕 或者是你问神啊,为什么我要落到这样的地步 你不能保护我吗 但是当然你都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很紧迫地求救,也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 他竟然是一个什么的祷告 感谢 与平常一样 这句叫我们学习,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大蒙圈爱的人 因为神给他任何的环境,他都感谢主 敌人的困难的环境,他仍然可以感谢 一感谢的时候,力量就出来了 你这节里面哪一句话看到他的力量 与树长一样 我不管你外面要做什么事 做生等一下去被喂狮子 生活照常过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种就是力量 你一害怕的时候,会跟平常不一样 你生活会打乱 不敢去这里,不敢去哪里 但是当你里面有力量的时候 主啊,我不充特别怎么样 我都感谢你 就说你要我遇到这个苦难,我也感谢 他不是求神把他脱离苦难 他说,感谢神你给我这个苦难 如果是你,你感谢得下去吗 答应你感谢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要成为大蒙神倦爱的人 天天感谢主 无论再怎么苦,我们也感谢主 一切有主耶稣的安排 唱诗 405首 请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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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